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黃昏天氣節目 我是陳維鑫 本國今天受著東北季後風所影響 今天早上也有點涼 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可以看到 在南海北部和廣東內陸 雲層相對比較厚 不過在廣東沿岸地區 雲層相對比較薄 本國今天很多地方都看到陽光 譬如在尖沙咀就看到挺漂亮的藍天 去到下午 各區的最高氣溫都普遍上升至23至25度 比起昨天的下午 普遍地方都跌了3度左右 我們預計受著東北季後風所影響 廣東沿岸明天天氣都會是稍涼 不過隨著東北季後風會逐漸緩和 我們預計氣溫就會稍為回升 至於今晚到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多雲和乾燥 今晚和明天天氣會稍涼 市區的最低氣溫會下降至大約18度 升日會再低幾度 明天日間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最高氣溫會上升至大約22度 風方面會吹和緩的偏北風 離岸風勢會間中清徑 明天逐漸會轉東至東北風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之後的兩三物會大致多雲 部分時間會有陽光 氣溫就會稍為回升 今天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裡 祝各位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 再見 再見